李扣 郭忠祥 郭忠祥 詞曲 郭忠祥 詞曲 郭忠祥 曲 郭忠祥 詞曲 郭忠祥 好 各位同學 還有我們今天來旁聽的各位朋友們 大家午安 非常歡迎又一個禮拜見面一次 那很快今天 好 谢谢周老师献花 今天是我们通事今年讲座 倒数第二堂 已经这个学期快要结束了 我们的重头戏就在这个时候要开始了 因为我们交大艺术季的压轴的展览 在明天会正式举行 那我们压轴的展览的名称 就是大家现在在这个PowerPoint上面看到的 悠悠英华杨英峰艺术研究中心 12周年的特展 那我想在场的同学都已经在交大校园 生活了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 那我不知道说大家是不是 经常会看到我们交大校园 有很多的景观雕塑 那大家知道这些艺术品 是由哪位艺术家所创作的吗 有人举手杨英峰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艺术家 那可能还有很多的同学 不认识杨英峰这位艺术家 那他是我想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 也是我们每一位交大人 不可不认识的艺术家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交大的校园 那交大可以说是杨英峰的这个景观雕塑公园 那为什么交通大学会跟杨英峰这位艺术家结缘呢 那也为什么在我们交大校园 除了有很多的专业的理工科技或者学术专业的研究中心之外 还有一个杨英峰艺术研究中心 我想今天就可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底 那因为也为了要庆祝我们杨英峰艺术研究中心成立12周年 所以特别在明天我们会举办一个很盛大 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里头就会看到了这个艺术研究中心 12周年来的成果 那也为了让我们今天选修我们经典通识 经典通识讲座的同学认识杨英峰教授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艺术史的权威 那也是我们非常敬佩的艺术史的学者 那也是一位文化政策的很重要的一位领导者 那更是我们杨英峰全级的总编辑 肖琼瑞肖教授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先给肖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 因为在我们杨英峰艺术研究中心成立这12周年来 有一件最重大的工程 就是为杨教授他的创作 还有他的生平留下来的这些文献编辑全级 那当然等一下我会为大家介绍幕后工程 那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邀请到肖教授来担任全级的总编辑 那也在今年完成了这一套应该是世界的创举了 那等一下大家都会由肖教授的带领来认识杨英峰 这位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 那在肖教授开始演讲之前 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 这也是我们江峰大学会跟杨英峰教授 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是我们杨英峰艺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是宽谦 宽谦法师 好 来 那宽谦法师 他本身也是一位建筑学者 那他也是杨英峰教授的三女儿 那他在我们新竹 就是法院室 之前在法院室出家 也因此我们新竹跟杨教授结了不解之缘 那也因为在宽谦法师的引领之下 我们江大在1994年的时候 我们江大为了要筹办 我们100周年的校庆的一个景观雕塑 所以邀请了杨英峰大师来为我们江大做了一个规划 所以大家在我们浩然图书馆前面有看到一个 很大的很漂亮的景观雕塑 就是圆会润身 那这是我们江大跟杨英峰教授结缘的开始 那也在从这件作品开始 我们跟杨教授就结了不解之缘 那也跟他的家属 就是做了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艺术的工程 那现在我们就先来邀请肖琼瑞肖老师 先来带领大家认识在台湾美术史中的杨英峰 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肖教授 好待会再关灯 先让我讲几句话之后再关灯 谢谢今天的主持人洪主任 我们杨英峰研究中心 也是我们财团法人杨英峰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 宽前法师 各位同学各位我们校外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谢谢大家颇为凌落的掌声 每次让我拿到麦克风别的事情没有 我就要拜托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给我比较热烈的掌声 那么这个热烈的掌声到底要多久 那么我以前有机会 那么去台南市文化局工作的时候 我就看到人家的演出 长折一两个小时 短折一二十分钟 这掌声我总是觉得不够 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口号 叫做没有一分钟的不叫鼓掌 后来当然我自己也发现 一分钟实在太久了 所以我就改为二十秒的鼓掌运动 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们 听过我演讲就知道 二十秒有多长 不过在座很多同学 恐怕不知道二十秒有多长 我们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 为今天杨英峰研究中心十二周年 也为艺文中心的这个展览 当然也为今天来跟各位做报告的 萧老师 我们给予二十秒的掌声 由我来计时 请掌声鼓励 五秒 十秒 十五秒 二十秒 非常谢谢大家 我想一个大学逐渐的用一个艺术做中心 开始在推动我们在理工 在科学之外 希望有一种人文的提升 不过各位要了解 用艺术做中心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艺术主体性的建立 一个艺术牵涉到一个欣赏的主体 我们要讲一朵花漂亮 先要有一个人敢于讲说 这一朵花是漂亮的 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所谓的艺术的主体 如果没有这个艺术的主体 那朵花不晓得自己漂不漂亮 所以你敢讲一朵花漂亮 这是一个充分的自我的认同 同时我们在听到 别人说这朵花漂亮不漂亮 看他那么样的自信的同时 我们也可能发表不同的意见 所以呢 你也听听别人讲讲这一朵花 他的意见 他的感觉 也许他觉得另外一朵花漂亮 所以在艺术教育当中 有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绝对的自信 有一个所谓的艺术的主体 欣赏的主体 但是第二个当然就非常重要的 是绝对的谦虚 他在自我认同的同时 他尊重着别人 不同的欣赏主体 不同的意见 这样的一种特质 是人文的一种特质 人文的特质当中 就学理工的朋友们看来 似乎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各位要了解 人间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可多了 人间没有标准答案的包括两岸政策 标准答案在哪里 一个民族不能够回答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这个民族势必灭亡 一个民族能够在一种看起来没有标准答案的过程里面 去寻求一种所谓高明的答案 答案可能有很多种 但是没有 唯一却有高明以否 两岸政策如此 看待任何一个历史的现象也是如此 一个罗马帝国为什么变亡 没有标准答案 有人说是蛮族的男亲 有人说是黑死病的流行 但是也有人说 是基督教的传入 一个对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能够知道的越多的那个人 就超越了其他的人 他的答案是那么样的丰富 他的解释那么样的宽广 他的视野就不同于其他的人 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到一个 以理工起家而在 台湾非常知名的交通大学 但是在我所了解的交通大学 逐渐的在超越原来的科技的 一个范畴 在寻求一种超越 那么这个超越当中 人文艺术的提升 包括这样的一个杨云峰的一个作品的推广跟认识 那么我想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当然 我如果要问杨云峰跟你们交代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几乎讲不出来的 不过不必担心 因为当你们整理了他的东西 杨云峰全集由这一个学校来整理 他的作品在这个学校来散布 杨云峰就变成交大的一部分 你们都知道 蒙拉丽莎的微笑不属于法国的 蒙拉丽莎的微笑是一个意大利的画家的东西 但是今天 谁会不知道 蒙拉丽莎的微笑在法国的罗浮宫 每个人到了罗浮宫 就是要去看蒙拉丽莎的微笑 而蒙拉丽莎变成了法国的骄傲 谁拥有艺术 谁拥有文物 这是一个艺术史上非常有趣的问题 能够解释文物的人拥有文物 所以杨云峰的东西 他是一个宜兰出身的人 在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作品 偏偏在他的晚年 为交通大学的百周年纪念 留下了一件作品 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品变成了一个机缘 杨云峰的一身重要的文物 全部来到这个学校 在图书馆的 我们这边说地下室 看不出是地下室的样子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成立了一个艺术中心 经过了十几年的编辑 完成了华人艺术家当中 个人拳击最大的一个 大部头的拳击 三十卷 各位三十卷 所有两岸的艺术家 没有人做得到 我最近到就上个礼拜 才从中国美术馆回来 他们说 他们说敬佩的吴冠中 做了拳击也只不过是五卷 为什么能够有一个艺术家 能够把他的作品 那么以三十卷的内容 来留给后代 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资产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来了解 我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当这个作品就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如果没有真正了解它 这个东西还不是我们的 有一年 我有机会到中国大陆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我去参观他们水墨研究班的博士班在上课 一个博士班里面 不到十个博士生 他们是四千个人考一个 大陆那种人多到四千个人考一个 去读他们的水墨博士班 这么伟大的水墨博士班到底在做什么事呢 我一进去看 简直吓呆了 也简直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原来他们在临摹 我们以为他在里面做什么创作 没有 他们在临摹 临摹一些中国的古画 然后一比一的比例在临摹 而我看那这临摹的古画 每看每一张 都在台北 都在台北故宫 西山行李图 早春图 庐山高 全部在台北 我有很大的震撼 他们能够拿到那么大的 一个原尺寸的 当然是一个复制品 但是那个复制品做得非常好 那是日本二玄社所印刷的 那么这个印刷品 我深刻的感觉到 台湾这个东西放在台湾那么久 没有变成台湾人的 台湾人今天带着一群人 明天带着一群人 全部去到故宫 只不过在看那个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之 没什么价值 却帮我们当成了不起的 去看一个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一次 我到故宫去发表演讲 提到了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不服气 问我说 是不是价值哪里是 你一个人说了算 我说当然不是 但是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自从你们建管以来 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博物馆 跟你借这个作品 指定翠玉白菜去那边展览过的 有没有 他们忽然发现没有 没有一个人 曾经借过你这件作品 但是他们开口要借的是什么 他们开口要借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种所谓的西山行李图 那种所谓的早春图 这个东西到底伟大在哪里 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们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没有人知道 所以故宫有一天 如果再离开台湾 回到他的原居地 也只是白走一招 台湾没有拥有他的权利 一个真正能有权利的 拥有文路的 要像那个法国的蒙拉丽莎一样 等到最后蒙拉丽莎变成了 没有人会想到意大利 只有想到法国的罗浮宫 我用这句话 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 杨英峰在交通大学 他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交通大学为这件事情 所做的一切 作为教育的基础 作为整个人文提升的 工具也好 手段也好 他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十几年前 十一年前 我来这边 接受巴师傅的 邀请来做杨英峰全集的咨询 因为我的意见太多了 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了主编 没想到一过十几年了 一批一批的同学离开 我有多次的机会跟同学介绍 不过再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样正式的 我们在一个通识教育当中 有这么多的同学坐在这里 我们来认识一个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一个民族能够留下几个伟大的艺术家 这个民族就永恒了 台湾一向以自己的经济来作为骄傲 不过 那样的日子好像过去了 就好像所谓的经济奇迹果然是奇迹 从此就不再出现了 我一直痛恨经济奇迹这个名称 台湾人的努力 所有的成就来自于 真实的耕耘 我们甚至为了工厂都牺牲了客厅 我们叫客厅级工厂 我们牺牲了我们的生活 换得了一点点经济上的成果 怎么可以叫奇迹呢 那是理所当然应该要有的 但是那么一点点的成果 我们就觉得真的了不起了吗 台湾真的从这个经济当中 展现出开发出什么成果了吗 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不断来反省的 台湾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但是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相信一代一代的累积 我们应该脱离以往的功力的思考 我们要脱离那种自私化的单一的思考 我们开始知道人间的宏大 生命的奇迹 那么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才是我们的骄傲 在汉城奥运会的那一年 我们看到韩国这样的一个国家 如何透过一个媒体 全世界的转播 让大家看到一个进步的汉城 我们今天叫Sore Sore这个城市 长期汉城韩国也好 我们都只认为它可以卖高利生而已 它的电子产品没有世界的品牌 大家没有信任感 以前连电视机做出来 叫曾女志 那个其实是挂美国的品牌 但是各位 在汉城奥运会之后 人们看到了进步的汉江 进步的汉城 他们的工业在那个时候起飞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 竟然是惦记一个人家的视觉印象 不过那一次汉城奥运 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韩国 而是一个跟他要交接的另外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做西班牙 他们有个城市叫巴塞隆纳 他紧接着在四年之后 要办理奥运会 他们派了一群人来办理移交的典礼 我看到的一些西班牙的年轻人们 脱光的上身 那些男孩子穿着白色的长裤 拿着一些旗子 这好像我们看到人家在举那个 蒋总统万岁那种大牌子一样 不过他把它全部用那种叶子圈起来 看起来像橄榄树的叶子圈起来 然后就走出来 我一看 哎呀 这个民族怎么那么骄傲 原来在上面 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案 好像漫画一样 画一只好像Hello Kitty的小猫咪一样 但是却长着两只鸡脚 然后旁边有一只笛子 那是一个神话人物 那是一个牧羊人 的一个神话人物 那么那个叫做牧神 为什么用这个我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呢 因为那一些简单的笔触 出自一个伟大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做 笔卡索 这样的一个民族 要承办一个奥运会 拿着这样的东西出来 再跟全世界的人宣告 无敌舰队的时代已经远去 二十世纪的西班牙 没有什么啦 只有一个笔卡索 用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世纪的骄傲 一个国家的骄傲 等到他们回过头 要离开的时候 嘿呀 我更 更觉得震撼 更觉得羡慕了 那更乱画了 画得更简单了 就好像我们在打叉叉一样 多打几下 好像在画一颗心 心一样这样子打叉叉 您知道那是谁的作品吗 打叉叉的 就像随便打叉叉 米罗 有一个艺术家叫米罗 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在跟全世界宣告 哎呦 我们西班牙二十世纪没什么啦 我们有笔卡索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米罗 我们有什么 台湾自称 在这个地方经营了那么久 我们有什么 一个民族到最后的骄傲 来自于文明的骄傲 文明的骄傲 来自于一个艺术家的有无 一个罗丹 使得整个法国发光发亮 你已经遗忘 当时的文化部长是谁 当时的总统是谁 但是他永远奔成这个 族群的骄傲 我想我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跟同学一个交大 一个值得骄傲的 交大的一个同学 来共同讨论 属于我们交大的一个艺术家 麻烦请我们关灯 这个艺术家留下了 这样的一个作品 在纪念着一个大学 人间伟大的大学 政权可以流转 大学不会消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一百周年 用一件一支作品 这比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 还厉害 中华民国也一百年了 你们知道吗 今年才一百年 可见你们交大的历史 比中华民国还久一些 你看一个大学 一个历史 比一个国家还久一些 有一天 中华民国百年之后 你们知道中华民国 百年之后是什么时候吗 明年就百年之后 开玩笑的 百年之后听起来不太吉利 不过一个国家多久不重要 有一个朝代叫做秦代 才十五年 十五年为一个 整个民族定下多少基础 我们在一百年的时候 留下了这件作品 不过这件作品 真的在你我的身上 产生了作用吗 我们知道谁是杨英峰吗 可能一般社会的人会知道 说杨英峰 那就是哪一个 几乎时常 在中正纪念堂前面 那么展示他的作品的 那个艺术家 不错 不过今天越是时间过去了 我越怀念这一条龙 今年又是龙年 今天的报纸都报道 要在彰化 有一条龙 巨大的龙的花灯 号称是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个花灯 一条龙 我看了长得还真丑 为什么 太复杂了 一个人的心灵 如果细腻到 不必那么复杂 就能感动 一个元宵节 值得用得那么复杂吗 如果一个人的心灵 能够那么样的细腻 元宵节的时候 只要一个圆圆的 黄尘色的灯笼 你就感动了 因为那正是过年之后 第一个月圆 天上月亮的形状 一条龙 不必张牙舞爪 一条龙 不必有鸡脚 但是它展现了那一条龙 盘旋的身体 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像陈大 陈大是一个工学院的 工学院的往往看这些文学院的 不需要大家讲什么 讲了半天 讲来讲去 他只好讲说 好啦你们这些事情 都是见仁见智啦 我说好 你说的太好了 见仁见智是你说的 现在请说一个人 我听听看 后来他讲不出来 我说好啦 改成讲智 也走不出来 我说这不叫见仁见智 阁下是不仁不智 一个见仁见智 可以发表很多的看法 我就经常问他们 工学院的工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顶天立地 我说这句话我听过 因为我在市政府听 劳工局都是这样说的 你以为这个就是顶天立地 我告诉各位 那个工字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一条长形的 两头吸水的蛇 工业者 就是彩虹的化身 我们如果在工字边 旁边加个虫字 你就知道 工的意思是什么了 如果有两条两头蛇 缠绕在一起 他在神话当中就叫做 贡工 听到神话故事里面 有一种叫贡工 他不但是补天之神 他也是创造之神 我们看到一个杨英峰先生 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图腾 给他一种最鲜明简要的 内涵无比的充沛 不过我们怀念那样的时代 可以一个艺术作品 那么样的简单 在简单当中 透露了一些科技的尝试 你知道 全台湾第一个使用那些 雷射线条的 把雷射引进台湾的 就是杨英峰先生 当然也有很多人 不认识杨英峰 却认识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是谁 朱铭 朱铭老师 朱铭老师 今天再怎么说 他心中知道一个 比他更伟大的艺术家 就是他的老师 杨英峰 杨英峰对待朱铭 朱铭是一个 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小学毕业之后 念了这个小学 然后就没有再念书了 就去做那个佛雕师傅 他很认真做 做到底下一百多个助手 有一天忽然垮了 破产了 他重新回到人家的佛雕工厂 当工头 他开始想 我是不是重新东山再起 再做一次老板 还是我完成我童年时代的梦 他小时候去跟他的老师 去学佛雕的时候 一天到晚问他的老师 一句话说 老师 我要怎么样才会变成一个艺术家 他的老师说 不可能傻了 我们傻了 傻了 傻了 杜菲你是黄土水 黄土水是谁 他不知道 原来台湾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叫黄土水 那是比天还高啊 不过 在他事业失败的这个时刻 他生命面临重新选择的时刻 他决定要去当一个艺术家 他不认识任何一个艺术家 所以他就翻报纸 他告诉自己说 报纸里面报最多的那个人 就是我的老师 翻了半天 杨英峰的字最多 他终于去找了杨英峰 要拜他做老师 他的杨英峰的身边一大堆学生 根本不引荐他说 少来啦 我们都是益专的大学生 你这种小学毕业 老师不可能收你的 有的人被这么一打击就算了 甚至灰心了 那个租名 却拿着他的一件作品 去拜了 拜见老师 开了门之后 老师就把他留下来了 七年之后 老师觉得他可以出师了 如何出师呢 他离开老师的门 可能就从此没有机会 继续接触艺术啊 所以老师想了一个办法 原来老师 已经要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举行展览了 他跑去跟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说 哎哟 馆长抱歉 我最近太忙了 作品来不及准备 可能要开天窗了 馆长一天还得了 你这个放我鸽子 我开天窗怎么办 他说不要紧 我已经为你想好一个方法 我跟你介绍一个 了不起的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朱明 朱明这个名字 是老师帮他取的 朱明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来我们在座 同学们 那个睡觉的把他叫起来 有没有人知道 朱明的名字叫什么 朱舟公吗 还是 好 来朱明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各位 叫朱川泰 四川的川 泰国的泰 看起来像个卖豆腐的 老师为他改名 就叫朱明 从此一名惊人了 但这个名 跟科有关系 名科名科 甚至名科在新 朱明 没有人听过 那个馆长说 还得了 要到我们的国家 一郎展览的 都要大名顶顶 我连听都没听过 老师说不要紧 你可以找一些人 来鉴赏他的作品 甚至老师还找了 两个好朋友 为他 亲自推荐 馆长还不放心 到最后 从日本找了一个木雕师傅 来跟他鉴定 这个木雕师傅说 课得还不错 可以给他展览 历史博物馆 就真的让他展览 但是实在不放心 只给他拍了 一个礼拜的展期 结果一展览之后 人潮汹涌 总共展了三个月 朱明悬风 一夕成名 所以朱明 感谢这个老师 朱明在跟着老师 学习的过程里面 每天在家里 是打扫应对啊 这个 做进杂事的同时 回到家里 还要在雕 佛雕去卖东西 所以他身体很不好 老师说 你必须去练 太极 才有后来的太极系列 老师没带他到 加拿大 不是叫那个 新加坡 带他到欧洲 去拍电影 当时有个电影 叫人在天涯 带他去 遇到人 介绍的时候 绝对不说 这是我的学生 他说 这是艺术家 朱明 所以 当我们三十剧册 完成的时刻 当时要出版的时候 几乎没有这个钱 我跟爸师傅讲说 编了十几年了 要出版了 没有钱了 干脆拿到中国大陆 去出版好了 你知道中国大陆 这个民族 看起来像个共匪 但是 这个共匪 是很重视文化的 你们知道吗 中国大陆 在1949年 占据 中国大陆 1950年就设立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电影学院 中央公益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这样的一种共匪 我上个礼拜 才从匪居回来 跟我讲说 中国美术馆太小了 我们现在要在 鸟桃跟立方体当间 搞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现代美术馆 我们要花个 几百个亿的人民币 这样子 跟我们黑典 我们在最有钱的时代 我们不知道要做文化 幸好我们在最有钱时代 最少也盖了一个 中正纪念堂 我们要盖一个好的 故宫留下来 我们的故宫盖得太小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故宫不是一个博物馆 你们知道吗 我们故宫盖成那个样子 你以为是跟 北京故宫一样 可见你们又去过北京故宫 故宫不是长那个样子的 那说故宫什么样子 故宫是南京 中山林的翻版是个坟墓 是个木道 是在放国宝让人家崇拜的地方 是给国外的人来看说 国顶在此 正统在此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产物 我讲这个不是在批判那样的 一个戒严时代 你们贵校有个非常好的研究所 叫做文化研究 现在叫做比较文化 还是什么研究所 是全台湾第一个的文化研究 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研究 博物馆学的概念 直到一个博物馆 原来是一个政治操作底下的产物 所以台湾的故宫 始终没有跟民众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们不知道 西山行李图怪不得你们 你们不知道早春图怪不得你们 如果让我当过故宫院长 又当教育部长的话 这个人好像就是杜振胜 那么我就会把这些作品 全大学每一个人都发一张 每天都 这是什么 今天是早春图 这是什么 今天是早春图 早春图 终于知道早春图了 从不熟到熟 从熟至到它的内运 一个民族在十一世纪的时刻 已经能够在绘画当中 不是画山 不是画水 不是画云 不是画烟 而是透过山水云烟 表达一个 浓冬过境 春雷乍响 万物苏醒的 大自然的生命的力量 你说这些人 可以叫共匪吗 了不起的人类文明 所以当这件作品 曾经被美国邀请 要到美国去展览的时候 台湾文化界的人士 去坐在故宫前面抗议说 不准出国门 因为你们在座 都没有人看过这个作品 很多没有看过 因为它一年只展出一次 以前都在十月份的时候 为什么十月份 归国侨胞 所以我们的故宫 是给侨胞看的 再让他们心向祖国的 每年打开一次 让大家看一下 就收起来了 你如果能够同时看到这两件作品 那是你的福分 不过我要讲 一个艺术作品之伟大不伟大 是背后伟大的思考 我们对杨云峰太不认识了 我想 在今天 一个好的展览 正在隔壁举行 刚才洪主任讲的比较含蓄 我在这边正式跟各位报告 也宣告 明天中午请不要去吃午餐 这个艺文中心这边准备了餐点 我听洪主任讲 听说这个通事中心 修的课的人数有200多个 所以他准备的份量 大概有400多件 是不是 大家中午准备去 中午就在外面吃了 所以明天会开幕 大家会看到 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那么当然在今天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 他在台湾美术史上的重要 事实上 这样的艺术家 创造了很多台湾的第一 也延续了台湾美术史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考 他是黄土水以来 一个把写实的风格 发展到极致的艺术家 黄土水 我今天没有机会 好好跟各位介绍 那是一个1895年出生的艺术家 曾经在日剧时代 当大家觉得台湾人 只能够做牛做马 只能够很认真的工作 而不知道台湾人 也有聪明才智的时刻 他是第一个台湾人 以作品入选地展的艺术家 他留给台湾人 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 包括所谓的甘露水 包括所谓的世家立像 包括所谓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一件 大的浮雕 叫做水牛群像 这几件作品 除了甘露水 目前失踪之外 这一张水牛群像 跟世家立像 都被指定为台湾的国宝 台湾的国宝 都是五千年以上的 故宫的东西 偏偏有一个 不到一百多年的 黄土水的作品 这件作品 是日剧时代 他做完这件作品之后 他就过世了 享年三十六岁 一个台湾伟大的艺术家 在日剧时代 已经能够 透过一个艺术作品 呈现这一块土地 在阳光照射底下 和风吹动 牛跟人 是那么样的和谐 那么样的彼此牵连在一起 一副田园木哥的景象 不过黄土水的作品 带着一种理想型的 一种古典写实的气氛 我们说这些牛 犹如梦境之中 那么样的美丽 但是有一个人 把这个牛往前踏了一步 这个人就叫做杨云峰 刚才的那些牛 看起来身上是没有毛的 他们的身上因为没有毛 所以不会流汗 不会流汗就不会沾泥土 不会沾泥土 所以尾巴不必甩动 这一只牛是尾巴会甩动的 因为它是会沾泥土的 它是跟土地更为接近的 一个台湾的一个思考 我们如何跟土地接近 这个不容易啊各位 我们曾经都跟那个祖国河山接近 始终没有跟着水溪接近过 一个艺术家开始对自己的土地 有一种认同 在杨云峰的这件作品当中 他的牛由那种古典的写实 进入一个自然的写实 不但这样子 在一个外形的写实当中 也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位艺术家曾经在中国大陆 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台商 在日据时代就在满洲啊 天津啊北平啊 那么做生意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资料 甚至他是全中国非常知名的 演艺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们家开戏院 很多的演员 那么在他们活动的时候 那么一起拍照片 你就可以知道 以一个企业在支持文化工作 那么后来杨云峰回到台湾 那么跟他的家人就中断了 但是他后来念师大的艺术系 那么还没有毕业之后 就因为家里的原因啊 他又回到家里 他在农副会工作 有一次农副会就是农村复兴委员会 那么我们知道李登辉先生 也在农副会工作过 那么他们啊都到乡下的地方 有一天他看到一头牛 一头小牛刚好被生出来 那个趴在那里 好像在做梦的样子 他身为感动 就马上回家 拿这些泥土来塑了一只牛 这个牛不再是那一种 雄壮不再是那一种 非常的这个成熟 而是一个制止之梦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 他的艺术的关怀 或是他艺术的思维 是怎么样的开展 他所做的人像当中 像这个是一个台湾知名的艺术家 如果对美术有了解的人 李石桥老师 九条 那么李石桥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他雕的这个作品的名称就叫做磊 磊是三个石头 精神的磊落 但是也是他石桥的化身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 如何的展现出他写实的功力 你看这一件作品 是咒语 也叫做西北语 你知道台湾有时候天气好好的 忽然来了一阵 西北语 那啪就下来了 人都来不及准备 所以呢 有这么一个农夫 他因为西北语来了 他把他的镰刀就随手放下之后 就举起了他的 放在身边的掌随 你们知道这个掌随 缩衣是非常重的 拿起来要穿胆上去 太重了 所以你们知道 缩衣的穿法 是要提起来之后 旋转一下 然后劈上身 等于一刹那 看不到下雨 但是人已经变成天地连通的一个媒介 那种力量 你看像这样作品 也得到了《台阳展》的第一名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 在写实方面他的成就 那么甚至他是台湾第一个 聘请专业模特儿的一个艺术家 台湾在那种保守的时代 没有人愿意当模特儿 他不但鼓励一个女孩子 当专业的模特儿 还给予他正式的薪水 他变成一个正专属的职业的模特儿 这个人就自台湾最有名的第一个 专专业的裸体模特儿 叫做林斯段小姐 林斯段这个名字 也是杨云峰帮他取的名字 身体犹如斯段一样的美丽 我们可以看到 杨云峰在这一种写实上面的一个功夫 完全来自自我的磨练 那么在这个磨练当中 他不断的像这个东西 简洁到最后连手都把它拿掉了 那么这就犹如 您知道西洋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叫做米罗的维纳斯 米罗的维纳斯被称之为希腊 那艺术的最高峰 他的特点刚好是没有手 没有手反而让他更的变得更美丽 那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没有手之后 他的同体 他的身体 那么就变得更单纯 有手就很麻烦了 你们知道有手就不知道在遮哪里就好了 所以比来比去 最后当然有个结论 听说是遮对方的眼睛最好 不过艺术家曾经尝试着 要为米罗的维纳斯重新做两只手 怎么说都不对 可见没有手反而更好 这种没有手的概念 使得身体更会直接的被看到 这种概念在罗丹的艺术当中 罗丹有一张非常有名的作品 叫行走的人 就是没有双手 他说人们可以更专注的 看到他行走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艺术家 不但没有手作 连脚都切断一半了 那只剩下的是什么 干干净净的一个同体 是身体的那种块状的感觉 从一种比较只是柔软的身体的模拟 到进入一个身体本身拥有弹性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是多么的特别 在我们今天 我们都看到报纸都会知道 星云大师创立了佛陀纪念馆 您知道第一个为星云大师 做佛像的艺术家是谁吗 不要随便猜杨云峰哦 因为就是杨云峰 第一个为他做这个佛像的 那么就是杨云峰 杨云峰的一生 其实他也在北京念过辅人大学 我们杨老师有一个特点 他念的学校一定都没有毕业 所以他到日本念东京美术学校 没有毕业 念北京的辅人大学没有毕业 来到台湾念师大 这个艺术系也没有毕业 到后来到意大利 又念了很多的这些雕塑学校 叫做浮雕的那种钱币 这种特殊的学校 那么都不是一个正式的学位 不过他的一生超越这些东西 他走出的一个路向 我们可以看到 他虽然是也是一个天主教 他也觐见过教宗 没有几个人觐见过教宗 他曾经以辅人大学在台湾副校 以辅人大学的校友的身份 觐见教宗 不过在宗教上 他的母亲的一句话 他的岳母告诉他说 能够为佛多做一些事 他的一生所雕塑的这些佛像 从最早受到历史博物馆的委托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到达许许多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像类似这种 带着北魏的一种浪漫的风格 到达这种有唐代那种大气的佛言 这个佛言我们称这种是 叫做高福雕 是半面的 那这个叫三七面 三分对七分的 这种雕的真实 那么也有非常的一个稳重等等 他可以说一生所创造的艺术作品 无数 他的技术可以达到这种高峰 但是他不以这种技术为满足 如果说艺术家有一种伟大的地方 是艺术家永远要自我超越 所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他进入了一个所谓虚空间的形塑 那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探索 我们知道雕刻都是用一个实体的东西来雕 那么或是雕或是塑 它都是实体的 现在他开始用一种虚的 用线条的旋转 用线条的围绕 看过这件东西的 看过这一只路的 请举手 我们同学看过这个路的 你们只看到光复路 没有看到这只路吗 这就在光复路上 各位 你们走路都在看槟荡西市而已吗 我们不要视而不见 连校园有那么多的艺术品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这一只路就在光复路 那个叫什么公园 赤古旗 很特别的名字 赤土 就在那个公园旁边 大家眼睛 这个要看该看的地方 像这个东西 这件作品最早是杨英峰 为日月坛 那么教师会馆所塑造的 教师会馆里面 因为在日月坛 所以有一个日月光华的作品之外 那么也有这些 杨英峰自己的名字 都叫做又又 那么也就是一个路群 他读到诗经里面 讲到一群路 怎么找到甘泉之后 呼朋饮伴 大家一起来供饮甘泉 那一种分享的 那一种传承的一种心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作品 那么用一种线条的方式 我告诉各位 人类的文明当中 雕塑还没有用线条做过 所以我们称这个时期 叫做书法系列 用一个线条来 第一方面描述出它的外形 第二方面 人身上的花纹 都被我们感知到了 用一个虚的方式 像这一张叫喷泉 你说看不懂 那就奇怪了 就喷起来又掉下来 就叫喷泉 他这种喷起来又掉下来 这一种动感的感觉 他给他给抓下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 在这一个教室会馆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运行不息 开始从一种 眼睛所见的形体 变成一个意念 能够感知的一种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如意 如意野者 你们知道如意是什么 如意就是我们今天的不求人 在抓养的那个东西 那在故宫里面有很多这种如意 如意是一种习祥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一个字 我们如果把它倒过来拍照 就好像书法里面 那个王王孙在写如 如那个字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他喜欢用红色的写一个如 不过这个都不重要 重点在于 他的这种回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 如何用一种抽象的造型 包括这个用 脚踏车的手把 加上脚踏车的坐垫 那么做出了一只牛的样子 叫做麦进 就是在耕田 那么甚至这个莲 好像莲花一样 我要告诉各位 他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刚好有个艺术家 也用莲在做主题 叫做莲的联想 那是谁 有没有读过这一本诗 叫莲的联想 大家没有读过 不要紧 这个人叫于光中 所以于光中的诗 莲的联想 莲 莲这个莲 莲本身就是一个音 不断的连续 但是他也不断的 生生不息 所以于光中写这个诗 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几乎 就是杨云峰作品的 一个诠释 杨云峰的这些作品 那么样貌之多 那么他甚至在这个时候 他也就到意大利去 那么我们知道 他为什么到意大利呢 因为刚才讲到的 他代表 府人大学 需要跟教宗说谢谢 所以他到了意大利 竟然雕出这样的作品 这是一个耶稣 互活的一个作品 也是用线条 不过身体的部分 把它连结起来了 变成一个比较实体 我告诉各位 欧洲耶稣的艺术 多到不可身属 没有过这种东方式的创作 这种东方式的创作 带着一种 你们看到他的手上 有一个洞 有没有看到 你们看到 耶稣的手上有个洞 耶稣的手上 为什么会有个洞 各位同学 被钉子钉的 一个受难的象征 但是他一手指天 他的受难 是带给人类 一种希望 所以他 我们可以看到 杨云峰 他的一个艺术 或是他的宗教的思维 是非常开阔的 不是一种 连本身也有佛教的意味 但是像这样的作品 是一个耶稣的 那么像比利是这样子 1964年代 台湾还没有 所谓的装置艺术 所谓的装置艺术 也就是 它也不是绘画 它也不是雕刻 这件作品是什么 拿了几根树枝 然后把它绑一绑之后 放在一个画布的外面 那就变成这样的作品了 那只是后来 又把它加以什么 把它翻成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一个数字当中 隐隐约约的 就是有一个 耶稣被挂在那边 这也是个基本常识 十字架只要有耶稣 这就是哪一教的 天主教 没有耶稣 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耶稣 跑到哪里去了 升天的 所以就 这个是真的 你们这样的时候 看到一个十字架 上面有个耶稣 钉在那边 那这是天主教的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天主教的 一个传统的做法 那么我们看到 耶稣受难的主题 有那么多的艺术家 没有人表现过这样的抽象 这样的一种意涵 我个人非常喜爱这件作品 我觉得这种作品 那么超越了一种 用一个形体 但是暗示了一种事件 或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杨英峰 对一个台湾来讲 这样的艺术家 几乎是全方位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漫画 从插画 到板画 到水墨 到水彩 到雕塑 到了晚级的雷射 都是他的工具 他的媒材 我们如果看到 他这种速写之好 以前很多人看到他 弄那种不锈钢的 弄得圆圆的 觉得这个人也不会画画 你来看看他会不会画画 我们有画过画的人 一看到这种线条 就会很羡慕 那么样的自由 把人物的神态 抓得那么样的好 从裸体的一个身体的 一个姿态 到整个米兰大教堂的掌握 到整个一个雕像的掌握 那么甚至像这样的 你们看这个多么自由 如果比较这个来跟 跟那个徐德俊 比他的欧洲素描 那杨英峰可以得到100分 那么当然我不是说 徐德俊不好 但是徐德俊的东西 太硬了一点 杨英峰的这么自由 你们有去过欧洲这种小巷子吗 这种小巷子当中 挂的内衣内裤比台湾还多 是非常亲切的 没有人说衣服不可以挂出来 只是这个小巷子当中 那么给人家的一种 非常的生活化 非常的 这一种有文化的气息 台湾的小巷子 后来都以一个理由把它全部拆光 我在台南在文化局的服务 安平的人一天到晚来澄清 说他们的小巷子 台湾第一街必须拆除 我说什么原因 他说如果不拆除 将来发生火灾你跟我负责 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怕救火车进不去 我就奇怪 这个人家救火车怎么进去 你要救火车进去 就要小型的救火车 所以照讲消防队就要准备一些小的救火车 他可以拉进去的 那么人家为了保存一个古迹 他是可以改变周边的行政上的配合 我们可以看到杨音峰在罗马 在意大利所留下来的作品 在后来全集的第三册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令人感动 这样的艺术家都那么认真 你们知道当他到了意大利的时候 他的小孩很多都出生 我们爸师父都出生 他放下这些小孩 去到那边一心一意 就是逼迫着自己赶快进步 赶快回到家里团圆 一个艺术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 一个艺术家 他投注的心力 他的勇气 如果我当个艺术家 刚才能够做那个雕像 做那么漂亮 怕替人塑像 一个月不知道要认多多啊 但是他不看在这里 他不断地去寻求超越 很简单 刚才雕那个雕像比较好卖 还是用那个线条这样子 在那边圈来圈去好卖 当然是雕像好卖嘛 那圈来圈去 人家看不就完了 但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一个艺术家义无反顾 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家 这样一路走下来 有没有走过回头路 没有的 你有没有看到他有一天忽然的 回头再去做一些雕像来卖 没有的 那么我们可以讲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在他自己的创作理路上 清清楚楚的 这就是我们的典范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一些素描 水彩 这些水彩里面 从非常早提的 质朴的东西 带着一个报道性的 那么到一种 比较漫画式的 那么其实 也带着一个对 水墨的一个探讨等等 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 包括这一张 在我们这一次的展览 展场也有展出 大家都知道 水墨画的更新 是一件大的事情 如何画出一种新的水墨画 他竟然用油彩来表现 那么在这里头 我们觉得最有趣的 是这么看起来的一个艺术家 他也为所有的农民们 不认识字的这些人 来画这个 跨厨也跟阿辉啊 那么这个是 当时为农户会 所画的一些作品 这些作品 那么在一个 宣扬着某种 这个政策思想之外 他也提供很多 农村的幽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幽默当中 你看这两个狗妈妈 看到了人妈妈 两个在争产比赛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当年的丰年 怎么样在中美合作 底下 那么为台湾创造了今天 经济奇迹的基础 在那一个台湾经济 即将起飞的年代 杨云峰怎么样组成 中华民国美术设计协会 来推动各种美术的设计 为产品的包装 到达他的标志 那么为台湾 找这个经济的起飞 大大的推动了一把 你们可能不知道 每年我们在看的金马奖的讲座 也是杨先生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蓝星所做的 他自己甚至对摄影方面 都加以探讨 各位 你们的生命是丰富的 不要把自己认为 我是一个机械系的人 我是一个化工系的人 我就不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丰富 我们从杨云峰的身上学到的 没有说你拍了照片 你就不可以画画 你做了版画家 你就不可以画油画 一个人的生命的可能性之多 杨云峰一路走来 从50年代 台湾的农村 我们都知道后来乡土运动 这个东西就变成主流的时代 那么他早早的就展开 对这一些农村的歌赞 而且逐渐的用一种现代的手法 台湾第一个 用甘蔗板来做版画的 也是杨云峰 这件事情影响了另外一个版画家 跟他一起做的 就是陈廷师 陈廷师后来 就是用这些版画 用甘蔗板 甘蔗板是台湾的特产 那些甘蔗渣丢掉可惜 把它压缩成一种板 我们看到用这些甘蔗板 所做出来的这种现代的版画 一个艺术家 为自己的艺术生命 不断地投注各种可能的实验 从这些象征着金木水火土的五行 到达用一种镭射加上复合纸板等等 所创作出来的抽象的版画 作为一个版画家 他也是台湾 现代版画会的创始的会员 从那些农村的写实 如何的过渡到一种抽象的造型 当然今天很抱歉 我没有时间来跟各位说明 这个抽象的意义在哪里 不过今天抽象已经是我们生命当中 随时存在的东西 今天没有一个人身上穿了一件 上面写瘦写福的 画了一朵大红花的 我们的颜色都是线条 都是格子 这就是抽象 抽象也影响到我们所有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越来越只剩下 形 设 直线 横线 斜线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的意念 让我们的欣赏能够更为多元 像这样的镌印版画 那么也是非常的神秘 带着一种宗教的心灵 杨云峰也是台湾 第一个公共艺术的执行者 这一个日月光华 所创造出来的日月坛的公共艺术 到今天 这一个公共艺术的这种造型 虽然在这一个 它的原子已经被破坏 不过各位 你们下午或是明天 到那个展览会场可以看到 这整片的在他儿子 921大地震之后 怎么样把它搬下来 怎么样的拿到高雄美术馆 重新把它复现 不过到今天 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永久的归宿 我心里在想 交通大学 有没有一个可能 把那个已经做好的那个东西 拿来就放在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拥有一个艺术家 即使他不是你家的 抓到最后他变成你家的人了 这最便宜的做法 我讲这些 是因为交通大学 现在拥有杨音峰的作品 已经是最多的大学 那么这些作品 那么可以说 把杨音峰一生的历程 都已经几乎展现 却缺少他早期的这个壁画 这件作品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在交通大学的某一个墙面上 让他变成永久的装置 当然 杨音峰后来被广为人知的 是这件作品 叫做 凤凰来仪 你们知道后面有一件 有一件那一个建筑物 你们知道那个建筑物 谁设计的吗 当然看不出来 我告诉各位 是贝玉民先生设计的 在1970年 台湾还能够以中华民国的名誉 参加世界博览会 当时在日本大阪举行 台湾风风光光的 以中华民国的名誉 请了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师 叫贝玉民 去为他设计了中华民国的展馆 设计完之后 觉得太灰尘了 非常的简洁 但是放在那个展场 那么多的管设当中 显得缺少注意力 人家不会看到你 叫一步 临时就想说 前面必须有个东西 到底要什么东西 用三个月的时间 交给了杨音峰 杨音峰在三个月之间 为他完成了一个 不可能的梦 那么就是用一种钢材 你在那边用钢做成的 那么把它做了一个 那么你们知道 钢是非常重的东西啊 竟然做出一只啊 非常清零 而沸腾的异象 各位 你知道这种手法 这是中国剪子的手法 你们知道吗 用中国剪子的手法 把一个非常笨重的钢材 让他飞腾起来了 当然 后来这件作品 没有机会回到台湾 甚至到今天 他不巧得流落何方 是不是已经被拆除 不知道 我们还是在寻找 希望能够有人 来找出他的下落 不过后来 他用同样的这些模式 有在台湾做一个附线 现在在贵校图书馆的 大厅的地方 有一件非常好的 这个 他的一个作品 就这个作品的缩小 那么当然 还有另外一件 是用不锈钢的方式 坐在台北 现在的富邦银行 新生南路吧 新生南路 我们可以看到 杨英峰的这件作品 使得贝玉民大为惊讶 那么时间又那么样的短暂 竟然就做成了 你看这个角度更漂亮 这个角度更漂亮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杨英峰的这一种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 这会牵涉到 要结构技师签证 但是他自己就是写建筑的 大家不要忘了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 他的结构 都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作品 带有一种 沸腾的意象 杨英峰回到台湾 在意大利的时候 有一天遇到了一位 从台湾去的阿兵哥 这个阿兵哥 他的官弦 叫做花莲大理石 荣民工厂的厂长 你也知道 阿兵哥来到台湾 忽然不打仗了 本来是准备 一年准备 两年返工 三年成功的 后来发现 三年都过去 五年都过去了 阿兵哥没事了 怎么办 政府不敢把他解散 因为国民政府 曾经把阿兵哥解散 惹了一个大麻烦 什么大麻烦 抗战的时候 十万七年 十万军 去重军了 抗战一成立 叫做就地复原 全部把他解散 大家不知道要去哪里 全部跑去当共产党了 所以来到台湾 不敢把这些人解散 实在没有工作做 所以第一件事情 去做什么事 开挖横贯公路 横贯公路做完了 又没事了 怎么办 这些人还没老 还很年轻 就去花莲用大理石 来开了一个大理石工厂 另外一些不喜欢大理石的 叫他去梨山上面 种高丽菜 种梨子 这是当年的一个历史背景 不过你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大理石 你们各位知道吗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出产大理石 大理石是一种 非常贵重的食材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台湾的花莲 一个就是意大利的卡拉卡拉山 意大利的卡拉卡拉山 大理石创造了多少 意大利文艺复兴 与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 台湾的大理石被这些 荣民工厂的阿兵哥们 很认真的车程 一粒一粒滚滚 一粒买十五块 或是去车程一个瓶子 一粒买五十块 根本没有产值 所以这个老板 这个厂长就想要怎么提升 这些大理石的产值 就到意大利去考察 到了意大利就遇到了杨寅峰 杨寅峰就答应回到台湾之后 去为他们开发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花莲的大理石被切割完 有很多的废材 杨寅峰想办法把这些废材 变成一种景观的一个材料 包括这种碎片 把它粘成这个样子 那么变成一种造型之外 那么也有你看 这件作品其实非常好 但是现在花莲那个好像 把它搞到哪里去了 这个花莲航空站 你们知道吗 花莲航空站 这个当时一去 就看花莲就是大理石 所以我们有时候 台湾有时候很可惜 一个好的东西 这在花莲的航空站 它的那个整个的造型 就是一个对太空的想象 之外你看在前面 这个也是 这些大理石的水池 那么这是一个景观的造型 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把这个东西 为一个私人的大饭店 做出非常好的一种室内的景观 看起来一种旋转 一种好像爆炸的一个形式 杨寅峰对大理石的这个创作 甚至在上面雕刻着古老的文士 而变成了离山休息站 我们看到这个非常 你看就像悬崖断壁 有没有看到 你看这个真是伟大 能够用一个大理石把它做出 这个其实是废料 你们知道吗 被切割完的废料 他把它做出这么样的一种景观 这个真是了不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杨寅峰 为大理石所做的 也奠定了今天花莲石雕节 石雕艺术节的一个基础 所以今天花莲大理石的一个雕刻家 还是全台湾最多的 杨寅峰其实他的艺术作品 公共景观 有很多都是一种建筑 大家在哪边看过这个 来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你们有没有来自南部的 高雄小港机场 你哪边的人 你高雄人 不错 代表你眼睛有在看 这个是高雄小港机场 叫做乳目之球 我告诉各位 这也是一段伤心的往事 杨寅峰的想法哪是这么简单 杨寅峰的想法是 这颗球就是一个候机室 人是可以进到里面 光线会透过这些斜线 照进来的时候 里面有雷射的光 有音乐荡漾 完了才去坐飞机 当你经过那样的雷射的洗礼 坐飞机就变成小事一件了 你们那是一种 宇宙的一种运行的感觉 所以很可惜 杨寅峰的作品 里面有相当多的是一种 建筑景观的概念 所以它不是一个 艺术品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 一个建筑 我们交大想要盖一个 美术馆 我说不必再找安藤宗雄 或是小叮当的大雄 都不必了 我们找我们的杨寅峰的其中一件作品 把它放大 就是你们的美术馆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你的特色了 全台湾没有人可以跟你抢这个品牌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当中的复杂 它甚至底下的柱子 是用一个类似玻璃不锈钢的整个封起来 然后有水在流 你几乎看不到柱子 就觉得那颗球是怎么样 悬空的嘛 这种概念非常可惜 后来被一个日本人用了 所以日本人有一个雕塑家 后来警官家 他就用一块石头 那么整个柱子 然后水流下来 石头好像就被水喷在上面 这个做法台北的那个敦化路上 有一个就是学这个东西 在那个地下道的 那个出口的地方 一个便电箱的出口 其实艺术家的这种想象 有的当然有它相通的地方 但是谁最早提出 这也是杨云峰所做的警官的设计 我们可以去看杨云峰全集 整个的六卷 那么非常丰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杨云峰也是中西美术史上 唯一一个把自然的山水 变成雕塑的艺术家 这句话本来我一直在跟巴师傅讲的 结果没想到 上一次的研讨会里面 一个日本的艺术家来讲 讲的完全一样的话 他说人类的文明史上 还没有一个艺术家 能够把自然变成雕塑 有没有人说雕塑一个山水 除非阿兵哥在做模型啊 哪来的一个雕刻山水呢 可以雕塑山啊雕塑水 雕出来不是一个变成一个模型吗 变成一个战斗模型吗 不是 杨云峰竟然可以做得到 杨云峰如何做到这种山水的雕塑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在那一年他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 就得到了十大青年 杰出青年 他也承诺着到花莲去实践他的承诺 那么就是要帮大理石工厂来做一些构想 但是这一位生长在宜兰的年轻人 要到花莲 宜兰到花莲是很近的 但是他生命当中第一次不从宜兰到花莲 从横贯公路经过花莲 因为横贯公路已经开通了 经过横贯公路以后 他深刻的被这些横贯公路当中 这些伟大的自然山水所震撼 他深刻的感觉到 在伟大的雕塑家 也比不上一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所以他看到这些雕刻之后 他就心生灵感 这个艺术家之好玩 他竟然就用当时非常现代感的一种材料 叫做什么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上面写的是什么 宝丽龙怪 他竟然用宝丽龙来切割 曾经日本万国博览会的提案 他也提过这一种想法 后来最后选择的是凤凰来仪 不过这一种雕刻 让这一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味道 也就是太鲁阁的味道 被保存了下来 各位知道 宝丽龙块的雕塑 最后就是影响到了 租民的太极 租民那个东西做那么大 是用到现在都是一样 他用锯子来锯这些宝丽龙块才去翻模的 连着这个翻模的技术 跟人类的文明同其久远 也就是人类脱离了蒙昧无知的 所谓的石器时代 在杨云丽龙的想象当中 有一个非常高的建筑 里面要坐电梯上去 里面要坐电梯上去 所有到了夜晚的时候 中间的那些古老的文士 就因为里面的灯光而发出了亮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杨云丽龙这种结合着建筑 结合着这种自然 也再加上了这种古老的文士 把自然跟人文结合在一起 这件作品叫做水秀 什么叫做水秀 水秀是国具当中甩动的秀子 但是在甩动当中气势当中 它在边缘加上了一些古老的 殷商时期的文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作品 你看这个摆在伦敦多么漂亮 你可以把它直立起来 又变成另外一个造型 叫做有容乃大 这个作品一样的 可以放在一个户外 变成一个巨大的雕像 这个雕像如果从某一个情况看 像不像一个人在打太极拳 那么这是谁在打太极拳 就是刚才那件作品 只是角度不一样 不过它几乎让我们想起了 朱铭的作品 因为就是这段时间 朱铭来跟杨云丰老师学习 朱铭会打太极 是因为他的身体不好了 老师叫他说你要去练太极拳 来让自己锻炼自己的身体 同样这个时间老师也做了一件太极 著名的太极大家最喜欢 因为看得懂 但是杨云丰老师的太极 人家看不懂 这件豆腐什么叫太极 原来就是手比这样子叫太极 不是啦 手不是看他比这样子 人家看现场 一个木头切割之后把中间挖空 挖空是什么意思 各位我比一个动作大家看看 暴虚 太极就是以时暴虚 虚实相生 所以杨云丰的这一种太极的概念 是一种意念的 跟朱铭后来用一种外形的 是不太一样 那么杨云丰的这个作品总共有两件 大家也可以欣赏 当他把这一种太鲁阁的意象 把它变成了一个人文的意象 从直的变成横的 就好像在起飞一样 我们看到一个起飞的力量 这个在我们的国家文化里面 在新竹都可以到青草湖那边 叶荣家先生的国家文化园区 或是甚至类似这样的作品 在新加坡的机场 那么甚至叫做倒碎 你说哎呦 这个作品怎么变成倒碎了 我要告诉各位 当杨云丰穿越了太鲁阁 出了太鲁阁 看到的花东平原 那个整片的倒碎已经成熟了 被风吹的感觉 就像这样的感觉 一个被风吹的感觉 整个一个这种饱满而丰足的感觉 那么也叫做丰年 所以我们这个觉得杨云丰 他的思维非常特别 这种山水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变成两个 我刚才讲过 这个不是在做一个雕塑而已 是人在底下可以行走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 所以把一个自然 搬回到城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感觉 就是来自大自然的感觉 他把这种山谷的意象 融合到作品当中 杨云丰我不晓得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在念书 不过各位要知道 我个人是历史系的 我上个月还带我们的同学 修我课的同学 修我台湾美术室的同学 成大的同学去台东 参观一个叫做史前博物馆 我们要知道读历史的人 读历史只是戏剧 戏剧要有一个舞台 舞台就是地理 那么一个台湾这个舞台 你如果到台东的悲难的史前博物馆 你才可以发现台湾是一个了不起的 世界地质史上的奇迹啊 因为它是人类 整个地球上两个巨大的板块推挤的结果 一个是世界最大的陆地板块 叫欧亚陆块 一个是最大的海洋板块 叫什么 太平洋板块 这两个板块一直在推挤 你知道现在还在推挤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感觉 当然没有嘛 但是你如果去看花 看那一个 那一个什么 恒春的珊瑚 每年被推上来 各位是四公分 四公分 你要知道 那只是台湾因为 在推挤的过程里面 要牵涉到地层下线 就台湾这个推挤 在六百五十万年前 第一次浮出海面 叫做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 那么之后 因为推得太高了 其中有一个实在是太高了 高得不像话 就溜下来了 溜下来那个山 叫做阿里山 你看我讲的好像我看到一样 有没有 这是地质学家的推测 所以台湾在左右 一百四十公里当中 超过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两百多座 这是地质史上的奇迹 你说那么多高山要干嘛 你在讲什么 这么多高山就牵涉到 丰富的林象 脚底下是亚热带 山顶上是寒带 那么这种寒带 亚热带 热带 就形成了不同的树种 林象不同 的同时 物种就不一样了 所以寄生的物种 台湾是全世界 生物最丰富的地方 多丰富 我举个例子 蝴蝶 整个欧洲大陆 蝴蝶的种类两百多种 台湾小小的一个岛屿 蝴蝶的种类 四百多种 所以各位要知道 台湾的这种特殊的地形 杨云峰先生 竟然能够知道 台湾有一个造山运动 造山的运动 他用一个立锥形的 一个三角立锥的形状 切割之后 立丝在旋转一样 那么那些穿透的 你们知道这个保力龙怎么做吗 一个保力龙 都是一个保力龙块 这是石油的产物 那么用一条线 铁线 可以用自己做的 用一个大的 那个竹片什么 把它撑起来 它就撑开了 然后通电以后 就可以拿来切割 我们很多人 我们这个年纪的 都做过那个切割保力龙 我看只要美术不错的 以前要做壁报 都要切这个字 那么之外有一种 是用钻 那个砖头 这个好像一个钻子一样 加着之后 就可以挖洞 你们知道吗 这个就有的挖洞 我告诉各位 这种像山壁一样的旋转之外 加上这个凹洞 凹洞是什么呢 菲律宾的造山运动 你在台湾是两股重大的力量 一个是左右推挤 一个是南方 还有一股力量上来 菲律宾板块 菲律宾板块从底下 把海底底下千万年冲刷的 盐块 板块 推到陆地上来 所以你们如果去看台东的 这个史前博物馆 他会告诉你 台湾还没有独立 花蓮跟台东会先独立 因为他们会脱离台湾到东北部 宣告独立 这时间不会太久 只要150万年就会 所以你要知道台湾的地形是世界地质史的奇迹 那些穿透的东西 把它推到陆地上 之后 有的就是些野柳的那些怪石头 各式各样 我告诉各位 你看杨英峰竟然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他所做出来的既有陆地的旋转 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 像是殷商时候的文式的穿洞 基本上就是一个海洋板块 我个人是非常钦佩他 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不但这样子 像这个是一个风的感觉 刚才那个是立体的 这个是一个两面性的 那么风的吹动是左右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一些鬼斧神功的东西 把它直立起来以后 就变成一个人文的正气 这件作品有看过的请举手 有看过这件作品的请举手 拜托 你们刚刚从那边进来 就放在你们外面 你也拜托 大家这个眼睛 不要只是一直在看那个 看那个咖啡店 有没有换老板 进来这个东西就放在我们 这个外面一出去 就直立着一根在那边 这个就叫正气 所以我们要养成一种 你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关心 怎么当科学家 科学家对什么事情都很关心 所以我鼓励各位同学 其实校园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做关怀 这件作品就是把一个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的力量 从自然转为人文 就变成正气 不但这样子 做了两次就变成乾坤 那么把这个东西 总共弄过两次 两次之间其实是同样一个东西 那么把它做个改变 这件直接就叫做鬼斧神功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讲到自然的雕刻 山水的雕刻 除了那些之外 甚至有这样的作品 人类的文明当中 哪一个艺术家 做过太阳照下来的感觉 除了绘画之外 雕塑没有人做过 他做了一个 好像有一棵大树 又好像一个人 那么有一个太阳 穿透着这一些 树印阳光照射的感觉 各位如果知道 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 你就会更觉得稀奇 它是去跟 沙奥地阿拉伯设计的 沙奥地阿拉伯 当时跟台湾还不错 你们知道台湾曾经 有很多朋友 你们知道吗 现在没有几个了 是不是啊 错了 现在更多了 因为现在连共匪 都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台湾要独立实在是很困难 但是我时常开玩笑说 你们如果选我当总统 我保证台湾马上独立 三天之内一定把他独立 如果没有独立 我就辞职下台 因为我跟他算过 跟台湾建交的国家 没有几个 我分做三天 宣布跟他们全部断交 台湾就独立了 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艺术家在想这种事情 跟政治家不一样 政治家你一路 我们不是 我们都有空间 你要我独立 我全部跟你断交 全部就独立了 全世界只有剩下我了 你说那还得了 你都没有外交 没有外交就不必外交部了 你要省下多少钱 改成叫公关部 公关部听说 还附属在你们 校长室的秘书室底下 是不是 这险下很多钱 你这样子一个国家 没有朋友 什么没有朋友 我们朋友可多了 我们跟大陆也是朋友 跟美国也是朋友 跟日本也是朋友 只是不叫国家嘛 人家不喜欢我们叫国家 就不要叫国家嘛 我们改成公司的形态 我最近连名字都想好了 叫做台属东印度公司 那么我们 从此开始跟学习 那个和属东印度公司一样 既有宣战权 又有外交权 什么一样都一样 我们将来不是选总统了 直接选总经理 那你说董事长是谁 没有董事长 我们叫河谷志的 有没有可能 有啦 怎么不可能 新加坡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是不是 但是我们比新加坡好多了 我们的文化的多样 新加坡连一个电影都拍不出来 你看我们还可以拍 那个海角七号 总共卖了七亿多 这个不容易 台湾真的充满生命力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我到大陆 你们这台湾是怎么搞的 那么小的地方 怎么打高舞球也那么好 打棒球也很好 台湾都跳舞也很好 怎么一些厉害的人都跑到你那里去 我说什么厉害的人都跑到台湾 你在讲什么 是在台湾的全部变厉害 是什么意思 不是厉害才跑来台湾 是在台湾这种地方 形成人才 连中国大陆一个张艺谋那么好的艺术家 搞到最后只能够做那些什么印象的东西 是不是 我看那个印象也不怎么样 是不是 就是他太过粗俗了 台湾你看一个魏德胜 大学也没考得太好 是不是 那考到一个叫做建国 建国工专 结果他建起一个国了 这个国不一定在中华民国 是不是 大家以后看到建国 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太害怕 在哪一国都还不一定 你看人家一个海角七号 当然这个赛德克巴莱 我最近遇到我们历史希格老师 他说已经看了九次了 我说真厉害 我连一次都还没看 那么当然我不是说他不好 我说是最不好拍的 一个电影要拍出那一种英雄 何其困难 因为你会变成歌颂 那么真的要拍出英雄 要问艺术家怎么拍 魏德胜如果有一天 能够跟我聊一聊 也许我可以给他一点帮助 因为他缺少现代艺术的概念 你们知道吗 罗丹有一个艺术作品 是非常知名的 就是法国有一个城市 叫做加莱斯 加莱斯在英法战争的当中 奋勇抵抗 后来失败了 英国军队要进去之前 交换条件 找六个人出来受死 代表大家受死 不然进去屠城 搞到最后派了六个人出去 几百年后大家感念 那六个英雄 就准备做加莱的一个英雄纪念碑 找到了罗丹 大家想象会有一个很高的台座 上面会有六个 都是长这种样子的 这种样子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就是到延安去那种啦 这是共匪的 中国大陆的革命分子 每个人都长那个样子 不是罗丹雕出了六个人 穿着球衣犹如碎袍一样 每一个人害怕恐惧到达极点 或是面目茫然地走向刑场 没有高台 直接站在地面 令人动容啊 原来任何一个即使是英雄的 面对死亡都是这么样的恐惧 才呈显他伟大 如果他本来割了都不会痛的 他去死就算了嘛 他一样会痛啊 他一样害怕 所以他是伟大的英雄 各位 什么叫做艺术家 不要以为把一个东西弄得 什么马桶比较会省水 就叫做伟大 你拜托 那个东西层次太低了 台湾今天谈的文化创意产业 一个最重要的创意 来自于你两岸政策是什么 你连一个名字都取不出来 你以为一国两制 可以接受吗 当然不能接受 我们就喊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觉得好像情况还不错 后来发现菲律宾就把我们的人送到大户去了 他们的法院判决说没错 因为我们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们的表述是比较接近中共 我们后来发现全世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跟我们一样的 只有谁 只有我们 你看你丧失了国际竞争的条件 你就知道 人文这个东西之可怕 一个名词当中代表一个思维 我们今天来到交大 我自己来自陈大 陈大赖校长是我最钦佩的一个校长 他经常会讲说 我们陈大现在要进入世界 一流大学 我们要往一流大学前进 追求一流大学 我说校长能不能不要这样讲 他说变成一流大学没什么不好啊 我说这整只在告诉人家说 目前不是一流啊 那就明明知道也别说了 是不是一流不要讲啊 像那个陈大有一个专门做台湾美术室 那世界一流的啊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在做 只有他自己在做 那个人就是我吧 世界上这个东西你自求圆满嘛 你就管人家国客会要给你多少钱 那你们家的事情啊 我讲这些不是开玩笑的话 台湾的前途来自像这样的艺术家 他是去一流的人当艺术家去了 而我们这个社会里头 需要一流的人当艺术家 需要一流的人当政治家 为我们的前途找到一些可能性 杨英峰的这些作品永远的超越 在那一种不断的开发的过程当中 他提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奇 像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是放在美国的这一种 那个广场 那个叫做洛克菲勒广场 连知道在那一年 1970 712年之间 当时香港有一个船王 叫做董浩云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董浩云 他儿子比较有名 他儿子就是董建华 那么董浩云是欧洲 这个亚洲的船王 但是他有一艘船 烧掉了 这艘船刚好名字叫做 伊丽莎白女王号 所以他就会觉得 对伊丽莎白女王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是他们殖民地 他就盖一栋航运大楼 那么要来纪念伊丽莎白女王号 那么这个大楼刚好叫 贝玉民设计 贝玉民设计好之后 因为他之前看到了杨英峰的那个 有凤来仪 凤凰来仪 他就指定非要杨英峰不可 但是英国女王有意见 说既然要纪念我的这个建筑 前面就要放英国人的作品 英国人什么人比较好呢 有一个叫做亨利摩尔 但是贝玉民坚决反对 他说亨利摩尔的那一种 比较柔性的弧性的东西 不适合我这一个建筑的风格 所以他指定要杨英峰 杨英峰来来回回之后 就做着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是简单 到达什么程度 这件作品 我经常要拿一张纸 来做个示范 你给我一张纸可以吗 这是一张纸各位 这张纸折一个对角 就可以得到一个正方形 这个是一个正方形 多出来的这一边 折一半之后 再折过来 他等一下就可以站起来 但是这个圆 这个正方形当中 就是做出一个什么 一个圆 撕的不太圆 你们要有一点想象力 如果看的看不懂 就是你想象力有问题 不是我撕的不够圆 那么一放在前面 就是这件作品 这么简单 你说这么简单要干什么 没有干什么 就完成事情 因为这个作品的名字 叫东西门 圆象征东方文化 方象征西方文化 但是东西门 是有一个大的 伟大的主题号召 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EQ门 EQ是不是情绪指数 不是 EQ是伊丽莎白女王 你看这种人 这个作品了不起 到现在 在洛克菲勒广场 还是最漂亮的一张 这个作品虚实相生 实的这一个原型 是虚的井 它反射了井 那么虚的 那个空间 看到的是石的井 在虚实相争当中 杨殷峰认为 他做到了一件事 就是让艺术 融入了环境 他不要一个 强强大大的东西 放在那边 征服环境 他就要融化进去 你看这个伟大的想法 所以我在讲 有时候一个创意的东西 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 但是是多么的高明 杨殷峰这种圆的东西 甚至就直接做成一个艺术作品 请问看过这个的举手一下 有没有人看到 你们是在做什么呢 就在门口 刚才的正气旁边就是这一件 所以今天大家别的事情没有 你们这有没有在考试了 有在考试 这两件都考他一下了 看他在什么地方 好 我在刚才讲 用一个圆就要做艺术作品 你也骗人家嘴 不是会很呆板吗 就是向这个呆板挑战 这个圆竟然不呆板 为什么不呆板 因为他旁边让他有一个台座 稍微歪歪的 让你看起来几乎像个月饼 旁边有一朵云 让他一个台座 而且这个圆本身 用一种特殊的力量 让他突出来 像个凹凸镜一样 我告诉各位 一种月明的意象 一种圆满的意象 那么像类似这一种 杨音峰用一种最简单的符号 来说明了中国人的宇宙的想象 那样竹简是一个知识的象征 那么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起源 那么凤也是像这个东西 这是一条小龙嘛 所以他回到太初 这条小龙就是我刚才讲的 公这个字嘛 公就是一个红 当然如果要详细讲 为什么人要崇拜红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上古人类 每看到天降大雨 就心生恐惧 因为就要有洪水了 也叫洪 但是更大的恐惧来自于 下了大雨之后 天上就没有水了 马上要干旱了 这个幸好这个时候有一个救星出现了 就是一条横跨天边的彩虹 两头吸水 我们叫今天还有一个名字叫红锡 把它吸回天上 所以人崇拜这一条蛇 所以这一条蛇就是工学院的公字 如果两条蛇缠在一起 这个不是万字形 这个两条蛇缠在一起 这个字就是乌尸的乌 只是它断裂了 你看中国人多聪明 如果有一条蛇肚子大大的 母蛇 这个字就是王 所以中国是一个龙的民族 那么这一件作品回到太初 龙就是一条小蛇 之外 我说这个作品之有趣 换一个方向 这个字犹如阿法的阿法 我想这个事他自己都没想到 耶稣说我是阿法 我是Omega 阿法就是宇宙的起源 所以阿法 阿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初的意念 做得相当的好 杨云峰用这些龙凤日月 这些来构成了 整个他艺术的一个想象 跟一个创造 我个人感觉 这个东西我后来发觉 最早1984年 是因为故宫办了一次 叫做传统艺术的新生 传统艺术怎么样 让它变成一个新的生命 杨云峰从那个时候 开始一系列下来 包括这个 你们学理工的人 你知道 里面那一条线 那个是一种定律 叫做什么 学物理的人才知道 本来外面的源会绕成 这个一个叫做什么定律 有一个定律的名称 我叫不太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 很有趣 本来外面的对不对 一转就变成里面 所以你走一圈 就会循环一圈 整个外面里面全部走到 所以他把它叫做藏心 就是什么 不断的循环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垃圾回收一样 像这个 这个你们如果没看到 没办法 这有够大尺 在你们校园里面 这东西看起来那么简单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么多的尾巴 最后要去集中在一个尖尖的尖嘴上 你知道那个技术有多难吗 所以像这个作品后来也在北京 他的一生甚至引进了雷射 他们称为雷射 可以跟毛高文等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把这样一个龙飞龙在天 这么简单加上了这种夜间 我想对我们来讲 杨云峰提供的刚好是一个跨域 在科技与艺术之间 在人文与自然之间 不断的循环反复的思考 为我们留下了一件又一件的作品 当然非常高兴交大有缘 跟他这一种 来透过一个图书馆来结缘 那么在园会论生当中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今天所有的同学 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共同来 为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做一些了解 他来自宜兰 最后回到宜兰 将那些枯木 从山上脱掉下来 那个本来就已经死的枯木 那么把它跟作品连结在一起 我们简单的介绍 归纳他一生的创作 他延续了台湾近代 雕塑仙区黄土水的艺术成就 有古典的写实 进入了自然的写实 他也是第一个 将东华文化中的书法概念 融入了立体造型 创造了以虚为实的异象雕塑 成为台湾现代雕塑的前驱 他也是第一个将公共艺术 加以实践提出了景观雕塑的概念 强调艺术跟个人的关联 他不称公共 是因为公共可能非常的低俗 所以他强调这种景观的互动 泰鲁哥的系列是他将自然的山水 引进了雕塑的创造 结合了人文思维 是世界雕塑史上独特的成就 他将台湾的文化产业 那么加以推动 今天的花莲石雕 他的艺术画正是一个代表 早期现代版画会 在1958年成立的时候 他是创始会员 他也是最早运用本土的素材 这些甘蔗版来进行创作的人 他最早雇请模特儿 进行裸女摄影探索的艺术家 当时跟着他一起摄影的 有一个大陆来台的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做郎晋三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他也关心台湾的美术设计 那么成为6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助力 他跟科学界的人 来成立雷射刻意推广协会 是将台湾把这个科技 引进艺术创作的第一人 他将中国龙凤的思想 跟宇宙的观念 融入了不锈钢雕塑里头 是当年故宫博物院倡导当代艺术的 常识展 将传统给予现代化 最具成就 那个东西就叫黄 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黄 我们写字 写一个 写一边在一个皇帝的黄的 那个字 就是两头蛇 你知道这是两头蛇 这两个头 这是一条蛇 包括里面这个都是小蛇 都是小蛇 那么杨云峰甚至回到故乡 90年代之后把生态的观念纳入创作 是台湾最早倡导环保议题的艺术家 他超越了宗教的局限 在基督信仰跟佛教的艺术上 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生教学不倦 培养后进无数 朱铭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他涉猎之广 作品之多 横跨两岸 日本东南亚 美国欧洲 沙烏地 阿拉伯等等 是战后台湾的第一人 杨云峰 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 在交通大学的校园里面 落地生根 我们相信 透过这些艺术作品 透过全集三十剧车的出版 又有樱华 归纳了这些成就 这样的展览 也能够提供给各位 更多的思维 明天希望大家12点的时候 来参加整个展览的开幕 顺便参加开幕 主要参加中午的聚餐 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谢谢肖琼瑞老师 非常精彩的演讲 五秒 好 谢谢 好 以后我们经典通诗讲座 要保持这种掌声 好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 就是如果要分享感想 或者是有问题 请教的同学 我们会送 英峰印象 就是我们肖老师著作 把杨云峰全集的 这个十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在这边做一个很精彩的集结 那也是杨云峰全集三十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读 那好 来我们掌握时间 有没有问题要请教 我来问问题 问问题会回答的马上给 好不好 因为如果再问问题再回答时间可能来不及 请问杨云峰是哪里的人 宜来人 好 再来一个 杨云峰最早去就读的一个 就是中学小学不算 最早就读的学校 是哪一个学校 来 师大 不对 好 再来 再下 北京也不对 北京无人大学 来 请 无人不对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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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公砖 建国公砖 那是魏德胜 好 来 再来 再来 他最早去念的 来 请 东京美术学校 很好 很好 好 杨云峰的公共艺术强调一种观念 叫做什么观念 警官 警官艺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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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杨云峰最后 把一种科技引进 那种科技是什么 雷射 我们未来的朋友 争取的比我们本地的同学还更认真 现在保留给同学 保留给同学 请问杨云峰 在哪一年来为成大 不是为成大 为交大设立的一个艺术作品 是哪一年 这件作品 保留给同学 同学 同学 一本座年校庆 是哪一个 算一算 好了 1994不对 再来 来请 1996 答对了 1996 好 这件作品 叫什么名字 来 来 来 叫什么名字 这件作品 来 同学说 二元论 圆会论生 好 很好 这件作品 放在哪里 图书馆给他吧 这个 好 再来 这一本很贵的 你们知道吗 等一下还可以请我签名 签完名的好处是什么 就没有办法卖出去了 好 再来 杨英峰曾经做的那么好的雕塑 忽然放弃开始进入一个什么系列 来 来 一个系列 放弃那些很实的雕塑 变成一个 书法系列很好 这个同学显然没有在睡觉 书法系列 再来 再来 还有两本吗 好 问一个比较 我没有讲到的 但是 杨英峰他应该有讲到 杨英峰后来为什么会到意大利去呢 请说 进天教宗 是为什么会去进天教宗 什么原因 使得他有机会去进天教宗 来 福大的 我们穿红衣服的先讲 是不是最后一件 好来 这一件主任来问个问题好了 说今天讲课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最后一个问题 明天要开幕的展览的名称 好 来 来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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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同学 好 又又英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副标题 就是杨英峰艺术研究中心 12周年特展 好 来 我们最后 是不是在给 孝琼瑞老师 20秒的掌声 非常地精彩 那我 这个希望同学们 等一下下课完以后 要到艺文空间 虽然还没有开放 可是先允许大家进去 先看看那个作品 那明天我们中午12点 在那边会有正式的一个开幕的仪式 那萧老师在明天的下午一点半 他也会做现场的导览 那我们 是不是我最后要请我们宽谦师傅来讲几句话 来 我们再给一个热烈的掌声 我跟焦大的因缘特别深 奇怪 我跟清华的那个因缘就浅了一些 从我出家以来 跟焦大的教授 学生 我的那个因缘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深 那么刚才讲到一个元慧润身 就是说 本来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名词 叫做刘霍润身 后来把它改成元慧润身 就是因为有智慧而才能够真正的滋润众生 那这个智慧呢 其实是透过知识而转化 那么也就等于说 透过知识呢 那么还要有这个属于道德这个部分呢 要转化成比较是正面的 才是真正的滋润众生 等于是把知识 因为在大学里头 知识 我们求取知识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 但是要把它转成智慧才是真正的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要跟心灵的 道德的乃至于宗教的 那么去做一些结合 那么才是完全是正面的来滋润众生 那这是我想到那么送给各位的一个观念 好 谢谢宽谦法师 谢谢 我们以后也经常会有机会跟宽谦法师做互动 因为杨云峰艺术研究中心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 那成立12年来 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大家上网可以看到我们杨云峰有一个数位美术馆 在数位美术馆里头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这些研究的成果 包括杨云峰教授他的这些艺术的成就跟他作品的赏息 那现在又完成了 花了十年的时间六千万的经费 筹措了六千万的经费 完成了这三十卷的这个巨著 那当然幕后工程非常的多 那最主要的发想者就是我们宽谦师傅 那也凭着他的坚强的毅力 然后感动了萧老师 所以萧老师全力投入 一起来推动这件工作 那也获得了像朱铭大师 还有很多的热心的人士共同来促成 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件 这三十卷的这个杨云峰拳击 这个是在台湾的艺术史上 文化发展史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 我觉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件大事情 那我们也期望这是一个起点 能够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召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其实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因为能够有像杨云峰教授 这么有这么 全方位的艺术成就的艺术家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 除了杨教授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 那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就是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录 所以大家在我们展览的现场 可以看到他的日记 看到他的书信 看到他的很多的手杂 跟他设计的手稿 他都做了非常完整的保存 所以也才能够促成我们 杨云峰艺术研究中心 可以将所有的资料做数位化 然后也可以提供给小老师 做非常好的一个全集的 全集的这个出版跟编辑 还有可以提供给 以后更多有兴趣的人 来继续做研究 那我们也很期望 将来我们这些同学 很多都会进入这个高科技的领域 那其实我们要设计的 不是只是那产品的那个功能本身 其实你们需要有很丰富的 这些人文的内涵 作为你们的一个底蕴 作为你的基础 你才有可能去创新 去突破 去拥有更多的竞争力 我们教大自己就拥有 这么丰富的资源 希望大家能够善用 那刚刚在中午的时候 肖老师也建议 就是宽谦法师这边 我们下一个12年 下一个12年可能要去思考 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珍贵的文化资产 让我们教大人能够拥有 而且能够带走 就是带到你的这个生命里头 带到你的这个专业的领域里面 那以后就是我们会有更多的推广的教育的课程 跟活动 那也希望能够开放杨云峰艺术研究中心 让大家可以来研究里头的手稿 研究里头拥有的这些丰富的研究的成果 好 那最后再诚挚地邀请大家 这是我们这个学期艺术季的压轴的活动 那从明天开始 那希望到1月16号 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看 但是能看到的非常有限 因为杨教授的 他的创作实在太丰富了 那如果现场看到的不足的部分 大家可以上那个美术馆 就是数位美术馆去看 那或者你们如果有兴趣要看手稿 也可以到我们杨云峰艺术研究中心 来看看这个手稿的珍贵性 好 那是不是最后我们再给萧老师 以及我们宽谦师傅 20秒的掌声 谢谢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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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